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涨幅呢 大约是在20%左右 但是代表着上海和深圳最大50家公司的A50指数的涨幅 则超过了35% 那这多出来的15%又从何而来呢 很多朋友们可能要说 其实为什么说这个上证指数只有涨了20% 但为何这A50涨幅却如此之多 如果我们按照正统的分析 就是摆在桌面上的道理 可以归纳为中国之前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及欧美股市一起上涨之带动等等等等原因 帮助了这些上证指数的恢复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问题看得透彻一些 我个人认为这个A50上涨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之前说到就是中央关于对于国有企业 以及对于央企严重的政策性倾斜所扶植出来 换而言之 我们知道从2016年开始 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成为了主要的经济目标 这个并不是做大做强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 所以这个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此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个号召之下 从银行政策到地方税务到各企的方面呢 都是有着政策性倾斜 因此我们看到呢 在A股上面 尤其是在这个对比中央创业版 新三版 以及A50 两者的差异 在过去的两年是非常的明显 我们看一下这个A50指数 已经涨了35%了 但是创业版呢 和新三版呢 则跌的是惨不忍睹 另外我们像知道像万达 像乐视 像富星 这一类的民心民营企业在过去两年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其本质上呢 就是因为在大方向上目前国家要扶植的要推动的就是国有企业和样企业 所以说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如果你想投资A股 那么我觉得你在没有你的亲爹亲妈除非是董事长之外 更大程度上大资金我们要求稳 怎么样才叫求稳呢 就是跟随着经济政策来走 那么现在的经济政策是什么呢 刚才我说到的就是扶植和壮大国有企业经济 那么代表的上证和深圳指数国有里面的核心 就是我们说到的A50产品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过去 以及呢现在一直看好A50的一个本质原因 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恒生指数 为什么恒生指数也同样涨了这么多呢 我们可以从背后那幅图上看到 这个图呢是覆盖了2013年到现在的价格 一共是有五年的走势 恒生指数的目前价格已经出 冲上了2015年的高点 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一下10年的新高的话呢 现在的价格也已经爬上了2007年竞争危机之前的价格 那为何恒生指数也和A50一样 有着这么好的表现呢 那么一方面来说呢 我们可以还是按照这个正统的分析 恒生指数是代表着一个很大程度上呢 受到了欧美股市的影响 因此呢像美国涨这么好 欧洲涨这么好 恒生指数自然也会表现不错 但是另外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深这个护港铜 深港铜 这些呢使得中国的内陆资金不断南下 也在不断地扶植着港股 那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呢 我们通常是把香港的股票叫做呢 这个中国民营企业的缩影 这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像类似于腾讯 这样的优质中国民企 除了在美国上市以外 最多的就是去香港上市 因此港股里面包含了很大一块 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和私企 所以呢金融圈里有句话呢 叫做你投中国A股买的是国企 你投香港恒生买的呢 就是民企和私企 所以说香港恒生很大程度上来说 代表着就是中国真正的民营经济 那么在过去几年一些核心产业 不断地资源整合 最后出现了通常是 这个是一大极小的局面 比如说像这个腾讯 在几个主要领域已经完成了垄断 因此这类的股票 未来还将很有可能会上涨 所以说如果你要投资中国的A股 那么要买的就是核心的A50 如果你要投资的是香港的恒生指数 你要做的呢 也其实就是看好中国的民营企业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一种侧面分析的方法 最后今天晚上呢 在澳洲时间下午5点30分 日本央行行长将会发表记者招待会 到时候呢 对于日元利率决议 以及呢 这个日本的货币政策 将会做出一番解论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